剛才提到遺柴時的輕能概念 另一種就是中習安稅科3899 也是儲輕的概念 有朋友問的 Karen來的 她說如果現水瓶買 你覺得可以嗎? 她還未有貨的 我聽不到剛才的那種故事 3899 中習安稅科 哦 這個 中習安稅科其實她都可以問的 是不是同一位朋友問的還是另一位 不是的 另一個是跟進的 哦 OK 這個 為什麼我問 是不是跟她的朋友問呢 因為其實正正是中習安稅科 是跟遺柴一樣 都是輕能源概念股之餘 那你就說中習安稅科 是更加是Excepty 是那個setter來的 那你見到就算在momentum那裡 你見到都很明顯 因為我們今年港股都 就是近乎應該被人罵爆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見到她現在約了 近來跟遺柴的圖案一樣 大家有沒有發覺 她都是在夾了一陣子之後 她現在就在整固 你看到整固的形態和遺柴都一樣 之餘呢 她就說遺柴的高低位都沒有了一半 但是安裝就安稅科 她距離這個 就是不要說是歷史高位 因為她的歷史高位 原來縮圖案幅圖很小 是2013年的 那些的價格就不看了 就是用回近四五年的圖表裡面 原來她已經是近四五年的高位了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覺得如果是在這個momentum裡面 如果是可以搜到 譬如說 如果你只是做了的 你用10分做遲選的 那你駁它進一步突破前面 就是比較鬼祟祟地 突破前面的那個頂 我覺得這個動能裡面 也是有一定的那個機會的 這個 那而且呢 我們見到中西安稅科 又不是一個是純粹是概念 又沒有盈利的股份 你看到近一兩年 這個盈利都改善 是相當比較多的 中期的那個盈利的Performance 也都不差 那所以都是有概念 其實它的 Fundamental 也都是有一定實際的股份 我會覺得